- 江澤民病重住院 半生癱瘓等消息 傳言不絕 原中華民國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 在個人臉書上 也稱江澤民將死 多家媒體隨之披露江澤民信風水 算命 以及高僧預言 佐證江澤民命署將盡 從網絡上查詢到的資料 都顯示 江澤民是蛤蟆转世 一生進水 北京乾燥 也所以他常在上海待著 2000年4月 黃山市屯西區 與涉縣交界处的新安江畔 古灰珠石窟群井區洞工 江澤民親自提名為花山迷窟 2001年5月20日 江澤民丟下工作 前往花山35號蛤蟆窟盤訪 當時江在陰冷的洞內待了很久 之後在洞口流影 並異常興奮 媒體撐起找到了前世的巢穴 而中國民間江湖上有談論 石江的蟬褲靈體 在另外空間的大音所 後來的蛤蟆文化 不時出現的哈哈喜劇 也都呼應了上述說法 網上一篇鎮江歧視 江澤民顯為人知的恐懼 一文曾披露 從九十年代初開始 江澤民就到處尋找有能力的氣功師 為他調病和算命 並且篡到各個寺廟 要求祈福 由於擔心自己 蛤蟆 在蛇年意外弊命 2001年江耗資七百萬 在西藏皇教寺院舉辦祈福嚴授法會 邀請密交高僧送進作法 捷黃金門陀螺 檀城 就耗資一百五十萬 踏者 六四 血痕成為中共黨魁的江澤民 十分信奉風水 陰陽 命理 江澤民襲擊以風水來延續統治 並在北京做了三件事 給白羊殿灌水 加高天安門的氣干 搬走天壇的土山 六朝帝王之都的北京 東西北三面環山 南面淋水 是所謂披山帶河的風水堡地 但是中共統治 造成的生態危機 使北京南面的白羊殿干河 因此 江澤民打著恢復華北明珠的旗號 給白羊殿灌水 實際則是為了恢復 北京的風水 以求江山永固 而加高天安門的氣干 則是因為毛澤東紀念堂的這個位置上 曾經是明朝的大明門 清朝的大清門 中華民國的中華門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 在這個位置上建立了毛澤東紀念堂 以壓制前朝風水 讓風建王朝不能夠死灰復燃 但卻讓百姓遭殃 加高天安門的旗干中 還降低了紀念堂的高度 但施工中特地在杯座內 放置了一道風水线上 寫著福以保將自民靈體平安 說起來 自從天安門廣場有了墓碑和墳墓 中國的心臟構成了陰陽混雜 相佔的格局 使天安門無意為平安之門 若大的廣場也並非福月之地 紫禁城武門的紫武線上建造紀念碑 如在首都新藏倒叉利劍 而毛澤東紀念堂中的水晶關押到龍脉 並與紀念碑相應 形成分場 話說回來 天潭的土山是毛澤東時代 深挖洞廣積良挖出的黃土 堆積在天潭公園朝天神路的西側 形成了一個 比齊年殿還高的土山 在風水先生的遮典下 1990年江澤民命令把土山搬走 在原來的地方種上百數 其實 江澤民當政時期還有許多危害蒼生的罪惡 如1989年長江大洪水 江澤民為寶齊路脈 拒絕啟用京江分洪區泄洪 致解五千人死亡 還有 北京兩條新修建的大道 是江澤民徵求風水師的意見 分別取名為平安大道和長安大道 目的是保住幸運無餘 2002年 江澤民在中共的總書記位置上退下 但卻握住軍權不放 此時江澤民 有西級神佛保留其擁有權力 在河北省的柏林禪寺 燒香磕頭 未能如願 軍委主席的位置還是被迫放棄 此後江澤民懼怕報應 密集地到寺廟求千里佛 2004年6月5日 到安徽九華山鎮潭林寺 7月6日 到河南松山中月廟 7月23日 到浙江普陀山 9月4日 到福建廈門南普陀寺 還享受了繡榮皇帝的皇帝禮遇 其中六四事件15周年4日 江澤民在安徽九華山 向地藏菩薩 竟相最為詭異 據傳 此前江澤民做了一個極極恐怖的夢 夢見自己 下了無間地獄 在那裡獸行 夢裡的情景 與詹潭林寺所描述的一模一樣 6月4日當天將倉促抵達九華山 企圖消災 此日早上8點半 江澤民就鑽進 達戰壇林寺 其實2001年時 香港雜誌有消息傳出 江澤民自知作惡多端 欠下太多血債 難逃懲罰 就開始求 的藏王菩薩保佑 將不僅拜的藏菩薩 還在家抄寫的藏經 江澤民由他老婆出面 從北京的一位包姓居士家裡 借了一部的藏經 經歷抄了一遍 的藏經是釋迦牟尼佛 睜仰讚歎的藏菩薩 地獄未空是不成佛 眾生躲進方正菩提之洪大願望的經典 而九華山沾潭林寺對地獄的描述更是驚心動魄 今有受罪眾生 被律族拿著叉子高空拋插 插完了又用刀斬全身上下 斬完後又用火燒 這樣來來回回直到斷氣後 會有一種夜風又把罪人吹火起來 再重複一次 讓他們生不如死 可是又死不了 這種追心的苦痛 是沒有療結的時候 沒有一刻刻意平息的 而與你造什麼眼 就會有什麼樣可怕的酷刑出現 如燙在沸騰騰的屎中斬你 或在滾燙的沸水中把你煮到皮肉爛死 然後又再吹火 再來一次 又在火盆中用四個門加密 燙到你東奔西寸到如路可跑 直到燙四為止 又有被獄足用燒熱的鐵釘定入人的百截骨頭 定下去後 自然會有火出聲 焚燒到身體焦爛灰燼 或是被雪山中的寒風吹到皮 肉過裂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也有常在刀山劍樹上 從上往下投 即使全身骨頭之階段快裂碎 循環往返 永無停歇 實在恐怖至極 江澤民一生作惡多端 背負多項罪名 如反人類罪 酷刑罪等等 其淫亂貪腐更不用說 其生活也是十分糜爛 曾有報導說 江吃的東西也和人不一樣 除了真情異獸外 還包括蝗蟲 龜蛇 蝎子 鱷魚 耗子仔 甚至還有高價從越共取來的人腦 以及不食服飲冰毒類的藥品提神換氣 按理說 江澤民這樣的惡人應該早死 但其活著是讓他被不斷癲吃 據《新紀元》週刊362期報導 有知情人提供消息 暗示江澤民若沒做器官移植 早在2011年7月就死了 而在此前的2009年 網絡上盛傳 重慶紅衣男拍死亡與蛤蟆续命有關 近些年不斷地傳出13歲同樣命格兒童 意外死亡或者離奇死亡的事件 被各路人士懷疑未續命失敗 江澤民時刻擔憂自己一命無辜 在鄧小平死後就曾密防九華山 讓某高僧側一側自己的地運 及中共的命運 高僧給出了一句話 中共亡與陽年生人之首 江澤民文言大驚 認為 陽年生人即為1919年生人 土陽 趙紫陽 而身戒之 將從九華山回來及下令 不准趙紫陽離開北京 還下令在趙紫陽的住宅 北京富強胡同6號安裝了鐵絲電網 加派了武警防守 趙紫陽在1989年差一點就亡了中共 而蘇共及幾乎整個東歐共產黨陣營 失亡於戈爾巴喬夫之首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欺都是陽年生人 1931年出生 金陽 有一個笑話 說江澤民去找高僧算命 問什麼時候死 高僧告訴將會死在一個節日裡 江問哪一個節日 高僧說將會生死 哪天就是一個節日 江澤民去記憶 ไป三個節日程 江泽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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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郭路